日本酒是用日本酒米釀製的 酒米有很多款 酒米釀製後會磨米 然後加入菊品釀製作釀製作釀製作 這件產品會用不同的精米手法、不同的米種 不同的釀製手法就會創造出不同的作品 日本酒仍會燒過一萬種 日本酒所追求的警戒就是飲喝的油鹽 所以比其他酒米更容易入口 各位就算是沒有喝開手的朋友都可以試試